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夸耀,靠着祂,我们才能得到救援、生命和复活。 借着祂,我们获得了解救和自由。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眼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将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免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高雅,圣父之子,除免是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者,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主耶稣基督,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帅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父,我们今晚参与你的唯一圣子,在死亡前夕留给我们的直圣晚餐。 祂在此晚餐中,建立了万古长新的祭司,也是爱的盛宴,而把他托付给教会。 我们恳求你,使我们从这伟大的圣事中,获取完美的爱德和丰富的生命。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去圣神,永生永亡。 那时候,山主在埃及迅士梅瑟和亚兰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你们算是一年的第一个月,你们要迅士以色列会众。 本月十日,各人应按家庭准备高养,一家一只,若是小家庭吃不了一只,家长应和附近的邻居按人数共同准备,估计各人的食量和准备。 这高养应该是一岁而无残疑的公养,要处绵养或山养中挑选。 到了本月十四日的黄显,以色列全体会众变加纳选定的羔羊宰杀了。 每一家都应该是一家都应该取一些羔羊的血,吐在自己的门面和两边的门框上。 当晚,大家吃羔羊肉,肉要用火烤的,就着无脚饼和苦菜一起吃。 你们该这样吃,竖着腰,穿着鞋,手持棍杖,尽快地吃 这便是上主国为你们所指定的愉悦节 这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全国,将埃及所有的投胎 无论是人或是牲畜,都要杀死 对埃及的众神,我也要严加惩罚,因为我是上主 这雪涂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当作你们的记号 我打击埃及的时候,一见这雪就越过你们去 毁灭的灾祸不降在你们身上 这一天将是你们的纪念日,要是为上主的节日来庆祝 你们要世世代代过这个节日,作为远远的法规 上主的圣言,感谢监主 那祝福之碑,使我们供应基督圣血而结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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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祝福之碑,使我们供应基督圣血而结合为一 供应基督圣血而结合为一 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愿我的血所溺的心约 你们每次喝的时候,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的确,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 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善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光荣你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光荣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公主生若望福音,主愿欢容归于你 余月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 他一向深爱世上属于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正吃晚餐的时候,魔鬼已催促一丝加热的西满的儿子 尤党司决意出卖耶稣 耶稣知道父,已把一切交给了他 也知道自己从天主而来,又要回到天主那里去 就起身离洗脱下万一,拿一条毛巾梳在窑间 然后倒了一盆水,开始为门徒洗脚 用书腰的哪条毛巾擦干 轮到西满波德鲁的时候 波德鲁说,主啊,你要为我洗脚吗? 耶稣说,我所做的,你现在还不明白 以后就会明白了 波德鲁说,不行,你绝对不可给我洗脚 耶稣说,你若是不让我洗,你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西满波德鲁便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头带手都洗洗吧 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洁净了,只要洗脚就行了 你们原是洁净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洁净 原来耶稣知道是要出卖他,所以才说,你们不是每个人都洁净 耶稣给他们洗完了脚,便穿上外衣,在坐下说 你们明白我刚才给你们所做的吗? 你们称呼我为老师,为主 不错,我本来就是,但是如果我的为主,为老师的,上街给你们洗脚 你们也就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立了榜样,使用你们也照着去做 基督的福音 今天是圣州星期四 今天晚上,是耶稣和宗徒们在马尔谷的家,最后一次吃晚餐 那么也是在今天,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和圣旨圣事 耶稣一向深爱属于祂的人 属于祂的人是指宗徒们,以及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包括我们 所以呢,耶稣有三个知道 第一,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时候到了 这是耶稣第一个知道 耶稣第二个知道是,耶稣知道了父,已把一切交在祂手里 这是祂的第二个知道 那么第三个知道是,也知道自己从天主而来,又要回到父那里去 所以耶稣基督,祂知道这一切 因为祂知道这一切,所以祂就从习间起来 然后给宗徒们开始洗脚 我们知道,本身根据犹太人的习俗 给人洗脚是仆人给主人做的 所以耶稣整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宗徒们的师父,老师,要拿去水来给宗徒们洗脚 这使宗徒们感觉到非常的受不起啊 于是,多学者的波德路啊,就开始发言了 他说,主啊,祢不可以给我洗脚 因为祂不肯当,让祢这个主人给我做门徒的洗脚 那么耶稣给他的回答就是说 如果你不让我给你洗脚,咱们之间就没有关系了 耶稣和波德路以及宗徒们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他是君王,波德路他们是仆人啊 他们是宗徒门徒啊 但耶稣基督却说,我要跟你们之间有关系 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个关系不单单是老师和门徒之间的关系 而是天主跟人之间的关系 天主子跟我们跟随他的人之间的关系 那波德路已经说,咱们之间没关系那可不行了 咱们一定要有关系了 所以波德路就求了一个大恩典说 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头戴手,全身都给我洗洗吧 意思就是,我跟你要有一定的关系 咱们必须要有联系,必须要有关系 我就是你的门徒,我可以为你舍身之灵 波德路啊,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啊 他宁可被主而死啊 他一直勇敢到,我们也知道 在耶稣山元祈祷的时候 他拿了一个箭就砍了马尔河的耳朵 他也如此的勇敢 他为了跟耶稣是有关系的 那么耶稣却说,你们都是洁净的 只要洗洗脚就可以了 但你们不全是 若巴解释说,因为有人要出卖他 所以耶稣说,你们不都是洁净的 那么尤达斯呢,也是 耶稣又为他洗了脚 洗了脚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三个祈祷 第一个祈祷是,若巴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记载说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便举目向天说 父啊,时辰来到了 求你光荣你的子 好叫子也光荣你 那么耶稣第一个是向天父祈祷说 光荣子,子就是他本身 那么我们知道,耶稣所求的光荣他 是怎么样光荣他呢? 是让他听到外面欢呼 赫萨那赫萨那赫萨那吗? 不是的 耶稣说的求你光荣你的子 好叫子也光荣你 就是让整个的天主得到光荣 这是耶稣的第一个祈祷 我们知道 那么子最大的光荣是在十字架上 你说一十字架上不是他最大的苦难吗? 是的 他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最大的苦难 打扮了魔鬼 打扮了死亡 赚到了生命 所以那是他最光荣的时刻呀 天父也说 我已经光荣了我的名 我还要再光荣 这个再光荣是怎么样 就是让耶稣上十字架 第二个耶稣的祈祷是为宗族们祈祷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界祈求 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 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 所以耶稣基督明明知道宗族们会背叛他 会出卖他 他也知道 犹大师要出卖他 他也知道 波多禄要三次不认他 他也知道 其他的宗族们都会逃窜 都会逃跑 当他被逮捕的时候 所有的宗族们都跑回了 波多禄还算是比较勇敢的 唯唯实实的跟着耶稣 但耶稣基督却说 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 耶稣明明地说了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放心 我已经战胜了苦难 耶稣也知道宗族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迫害 有苦难 但是他也不懂怎么说的 说当你回头之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们的信德呀 所以耶稣为宗族们祈祷 第三 耶稣为信仰他的人祈祷 包括我们 我不但为他们祈求 而且也为那些 因他们的话 而信从我的人祈求 就是引着宗族们的话 而信仰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我们 耶稣也为我们祈求了 耶稣没有为我们祈求说 不要炫耀 不要免除灾过 而是为我们祈求 不至于丧失信德呀 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祈求 那么 耶稣同时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给了宗族们 也是给了我们所有 跟随他的人一个命令 耶稣说 我若为主子 为师父的给你们洗脚 你们也该彼此洗脚 这是耶稣给宗族们的一个劝语说 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 的意思就是 你们也应该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服侍 所以在教会内 我们不论做主教 做神父做修理的 我们不是受人服侍 而是要成为服侍人的 谁要真正的想效法耶稣基督 就要成为服侍别人 这是耶稣给他们的劝欲 同时耶稣有更深一层的 给了他们一个更大的命令 也是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命令 说你们应该彼此相亲相爱 当你们彼此相亲相爱的时候 别人就会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来 这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 要受苦受难的时候 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给宗族们和所有 跟随他的人的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啊 如同旧约当中的戒命 里面是同一个词 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 祂给我们的命令 并不像旧约中的戒命 而是祂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 这个命令啊 包括旧约当中 到了耶稣时代啊 法利塞里已经把梅斯的法律十条戒命 总结了三百六十多条 但耶稣却总结了一条 就是爱 耶稣把所有的戒命 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规矩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 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 当你们彼此相亲相爱的时候 别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看到穿袈裟的 拿着念珠的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佛教徒 如果你看到不吃牛肉的 你就知道这是印度教徒 如果你看到不吃猪肉的 你就知道是回教徒 总之你无论看到有什么样的宗教举职 某种的宗教的戒命 你就会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宗教礼仪 但是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 跟随他的人 他的门徒的标记是什么 他的门徒的标记是 彼此相亲相爱啊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 所有跟随他的人的标准 这是你的标记 这是你的标记 你的商标 所以当我们彼此相亲相爱的时候 那么呢 我们就知道 别人就会认出 我们是基督徒 基督的门徒 如果你手拿着圣经 天天讲耶稣啊耶稣啊 你未必一定是基督徒 因为耶稣说 到时候他们有很多人说 主啊主啊的 耶稣会说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可见啊 其他的一切都不是真正的 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志 基督徒那个商标标 这就是我们彼此相亲相爱 所以 借着圣周四 耶稣建立最后晚餐 借着今天 让我们每一个教友 充分的认识到 我们的标签是什么 我们的标志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笑话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给我们怎么做了 给我们立了榜样 让我们要笑话他 那么说我们彼此相亲相爱 有的时候我们说 凭什么 为什么 凭耶稣基督的命令 为了耶稣基督 所以这就是 我们应该 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那你说 我们会爱到什么程度呢 爱到耶稣爱我们的程度 所以在今天晚上 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 称之为爱子的圣事 他要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天天在一起 所以他建立了这个爱情的圣事 称之为圣体圣事 因此 我们要努力地遵守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诫命 就是彼此相亲相爱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主耶稣被交付的那一夜 拿起品来说 这就是我的身体 晚餐后 又拿起杯来说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显而永远的蒙月之血 我们以诚恳的心情 共同祈祷 请为所有信仰基督的人祈祷 求主感动他们的心 使他们的信德 在爱德上表现出来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福听我们 请为一切悲观 失望的人祈祷 求主借善心人的协助 给予他们安慰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上主 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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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祈祷 求主 祈祷 爱人的热火 使你的教会 借着他们的圣行 能引导更多的人认识基督 祂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备的果实 卖念品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饮之粮 愿天主 愿受赞美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五道树和人类牢备的果实 葡萄酒 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 愿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力天主圣父 受赞美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万上主 阿们 愿主 愿主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千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便能使人得救 基督是真实永恒的私底 制定了长寸的祭祢 首先将自己奉献于你 作为救世的祭品 又面临我们被纪念祂而 执行统一季限 我们典了祂为人牺牲的圣体 就获得力量 喝了祂为人寝留的宝血 就抵除罪过 因此 我们随从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各种你的光荣 不情地欢呼 圣圣圣圣 善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丹寿葬礼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设身受难时 拿起面品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住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得你奥基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你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去完善 求你垂念 还着父母的希望 燃起的兄弟姊妹 便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建立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 同仁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生热色诸圣的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 圣女互相永生 便使我们 借得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出金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便联合圣神 都毁于你 直到永远 我们其遵从救主的训事 要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月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里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慈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妄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我们从对宗主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给你教会的信德 便安保你的圣意 是教会安静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往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里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随年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随年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养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昭乃夫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主说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这一杯是愿我的雪所定立的新约 你们每次喝这雪史 要为了祭祿我而照样去做 谢谢大家 请大家祈祷 全能给天主 我们今天包上了您圣子暂时的晚餐 求您赏赐我们将来在天上得下您永恒的圣殿 祂是天主永生永亡 安 祂是天主 我们福寿静白衣 古教修天已经飞起 心脚里也来半天 无关于事 无能为力 心灯笔不说不尽 天主圣父 天主圣子 我们欢呼赞颂你 心灯笔不说不尽 今灯笔不说不尽 一切应当归于你 天主神灯笔不分尽 一切应当归于你 天主神灯笔不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